那有一次我看到那個一個媽媽帶了一個女兒 到派出所去 說我沒辦法 就交給派出所 我覺得這媽媽算有良心的 那麼這個 那個女兒呢 小女孩就媽媽要走出去 她在後面追 她一定追 媽媽在哭著 哎呀看得真是 心酸 心酸 那再來呢這個自殺 那當然台灣自殺率不是最高的 但是很嚴重 但是問題是輸力很快 我們從這個 一天好像十個人 對 這個我們從 那個是 很不好意思 這個我們很不高興就是說 它是自殺完成的 我不能叫成功 這是失敗 自殺完成的 有自殺未遂的 那還有很多自殺未遂 那麼 從這個2000個 一下子到2006年 跳到4400 就跳一倍 最近稍微緩和一點 那這裡面當然牽涉很多 8800多 對 我們這個很多要談 但上次衛生署說要把木炭鎖起來被罵了要命 我覺得我們願意繼續被罵 因為真的有效 在別的國家也是一樣 我們任何 當然 我們知道自殺 買木炭要登記 不是說買木炭 只有把木炭鎖起來就可以 就可以減少自殺 絕對不是 但是這也是能夠減少自殺的一個方法之一 自殺並沒有 買木炭 沒有說一定要 沒有侵犯人權的事 沒有 我們現在是這樣 第一個 我們要所有的超商 他們也很合作 就是印上 0800 788 請幫幫 995 對 我們印這個聲 我們說 救人一命 盛造奇蹟糊塗 對 那我現在要講就是說 我們這個 在一個國家 我們沒有戰爭 這幾十年半個世紀沒有戰爭 對 第二個有沒有飢荒呢 是 沒有飢荒 他沒有飢荒 我們衛生署 國民健康局 要減重700噸 對 因為肥胖是健康一個最大的危害 第三個呢 也沒有經濟大奔盤 是 對不對 可能過得比較辛苦一點 沒有大奔盤 不像1930年啊 大家要跳樓 第四個呢 我們沒有重大傳染病 是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有這樣的一個快速的社會變化 對 是人類歷史上沒有的 對 這一點呢 一定要讓我們國人知道 對 這一點非常有價值 因為破了世界的紀錄 對 這表示這個社會啊 發生了很嚴重的問題 對 這個絕對是超乎藍綠 對 超乎同途 如果藍綠還不把這個當作問題 是 這兩個黨 都應該打屁股 當然我現在看起來這兩個黨 都應該打屁股 我想這個署長曾經罵過啊 兩個黨都是爛黨嘛 對 現在看起來是這樣 我要請教你 是真是兩個亂打 稍微休息一下回來 我們再繼續請教書長 好 剛剛我們從 署長跟我們所分析的 包括不分 不生不養 不活 這個四個啊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2009年台灣的未婚女性 20歲到24歲呢 94%未婚 25到29 71% 30到34歲呢 44%呢 全球最低紀錄啊 這個是非常可怕的 那20歲到49歲的單身男女 現在有480萬人 這個佔全台人口總數啊 百分之21 這個情況都非常嚴重 那生育率的部分呢 我們在1997年啊 還有1.8% 現在歐洲大部的國家 每一個婦女生1.8個 1.8個 一個人數生兩個 一個婦女生兩個 就平衡 09年生1.03 2010年啊 0.89 這個數字好像還在往下 所以這個就是 現在全世界啊 我們的生育率呢 已經是到達超低的水準了 那麼再看這個等下人口老化 我們再等一下再請教署長 但是呢 我想你熟了這剛剛講的四部 那一沒有裡面啦 大概就講 大多數年輕人 都覺得沒有遠景 生活的遠景 所以我在想 像前一支我請的這個 Kevin Kelly 一個科技七四專家 一個大學碩士生 他就問他 他說我們在台灣啊 現在工作時間很長 但是呢 收入很低啊 他說我請教你 我應該怎麼辦 那結果那個Kevin Kelly先生呢 他就立刻跟他講說 你趕快跑 他說你跑到薪水高的地方啊 去找工作 那我想這個講來輕鬆 但是呢 要做事很困難 現在對大部分的年輕人來講 大家都非常莽然 因為出來之後啊 全景莽莽然 那大家都在抱怨 那我想這個是影響到 剛才講的所有的事部 其實跟讓大家感覺到 未來生活莽然啊 有非常大的關係嘛 那這個我們剛才講 其實在我們這個年齡 有很多的機會 但是現在二三四歲的年輕人 晃眼看過去 他天天在找機會 都很難找得到啊 所以我們上一幾個當 也提到台灣人才的問題 他說每一 現在那天 張忠本先生也在講 現在一年的博士生啊 畢業生呢 三千七百多人 那大家都去念博士 出來之後 博士又找不到工作 博士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教書嘛 實際上我們大學還 萎縮嘛 萎縮嘛 已經關掉了好幾個大學了 好 這樣的一個情況 對年輕人來講 你有沒有想到說 我們到底 這一沒有喔 是剛剛講的四步了 這一沒有我們現在到底怎麼來解讀 現在喔 很清楚喔 是 就是 就是不但是年輕人啦 對 恐怕很多 中年事業的 因為在 09年 是 有個金融海嘯嘛 對 那很多中年事業 也很嚴重 對 那比方說我們的婦女勞動參與率 只有 50% 對 那麼像瑞典丹麥挪威他們還有90 對 對不對 那表示這個機會少掉很多 對 那其實說這裡面牽涉到很多 我想這個都是環環相扣 對 大家沒有前景是因為有很多的政策錯誤 是 那這個政策錯誤現在不能歸於哪一黨 對 這兩個黨都一樣 我講白一點 從李前總統開始 對 開始就有問題 就有問題 好 那這個現在我覺得是大家應該怎麼去面對它 怎麼去挑戰它 所以大家比較近的 比如說你經濟前景 經濟我比較內行 但是 現在大家也要問 就是說馬總統上來之後 因為 我們要終結到民進黨的那個八年執政的時候 馬總統告訴大家說 因為民進黨的鎖國 所以造成台灣經濟的一節不振 所以他認為 打通兩岸的關係 反而兩岸的關係 那台灣經濟就會大好 所以 我們也是簽了ECOFA 他認為ECOFA簽了以後 台灣經濟就會大幅起揮 但是我們現在看起來 這四年來也沒有 好像這藥方也不對 原來我們以為說 是因為民進黨執政把台灣給鎖起來 所以台灣經濟才會差 現在開放了 開放以後 我在上一期的金周刊 我就提到一個觀念 就是說 我們把兩岸三地按照它的股價的市值 去找前一千大的企業 在過去這一年 台灣有233家公司 近兩岸三地一千大 到了今年已經剩下117家了 大幅減少了 我拜託了 是啊 我覺得 兩岸關係改善了更好了 但是好像我們的競爭力呢 又下滑了 所以好像 如果你開放在兩岸 開放以後 我們競爭力比人家強 對 這個我們就贏到了 是啊 我不是說AXA對不對 如果你比人家強 這開放就對了 如果你比人家弱 對 更慘 那你開放更慘 對 可是如果比人家弱 你不開放 更更慘 對不對 如果你 所以這個是開放 最後還是要開放 就是說如果你 競爭力比人家差 你不開放 那更鎖國更慘 所以現在就是說 我們有很多的問題 是繳在一起 是 那我現在要回來 講一點這個 再把這個事部啊 是 再深入去探討一下 對 你比方說 這個燒炭自殺 我覺得啊 我們有時候說 欸 是不是這個父母喔 不把小孩當作私人財產 對 不把他尊重 當作一個個體 是一個獨立的生命 是 這個可能是這些父母 有錯 但是我覺得 另外一個錯是什麼呢 欸 他為什麼要把他帶走 他不相信 這個社會有個機制 對 會把他留下來的小孩子 去給一個 合理的照顧 對 他不相信 他說欸 我不在的話 他們一定受苦 對 所以這個是什麼 表示對這個社會的 不認同 對 不相信 我再講一個很痛心的 是 我如果是總統 我是行政院長 或是我地方的首長 我一定啊 懺悔 是 我們看到有幾個年輕的爸爸或媽媽 沒有錢買嬰兒LIFE 是 做什麼呢 去到超市去偷嬰兒LIFE 已經好幾起了 對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這個新聞 對 那麼當然 最後都是 就是我們人都有很多愛心嘛 對 所以都是那個警察啊 或者是這個超市人啊 對 最後是並沒有把他 把他關起來 因為關起來那小孩更沒有人照顧 對 而且還送到嬰兒LIFE 對 那我們的媽媽要去偷嬰兒LIFE 如果是這樣 我就要譴責這個政府 對不對 現在罵政府的很多啦 但是我最後 我最後罵誰你知道嗎 罵我們自己啊 我先講這一段 因為這是個循環嘛 是啊 一個循環 因為我們很多東西都是這樣子 在做循環 我順便講一個 我們說這個政府不好 對不對 那政府 我做過政務官嘛 我說我做 所以我可以罵政務官 我說我們政務官很爛 OK 我同意 因為我自己罵自己嘛 那為什麼政務官很爛 對 因為我們的立委很爛嘛 對 我們的國會是被評委 全世界最差的國會 是 這國際的評比 這不是我講 我講人家要罵我 立法院要罵我 對 那為什麼立法院這麼爛呢 我們選民很爛 選舉的制度 我們選民很爛 選舉制度啦 對不對 因為我看到有些立委 他從來也不發言 也不法案 可是一選舉一定贏 沒有人可以跟他選 因為你當一選區 兩票制以後呢 像很多的鄉長 對 鄉長原來不是地方 突然之間 要選的時候 因為他當過鄉長 對 選立委一定會贏啊 所以提名一路選鄉長 他人家家裡 這個有上市 對 他就專門這個 他去趴著去那個 對 有人被這個小孩子 這個安倍他命 他馬上去關照 選他 他就做這個 但是國家的大政 才是真正影響我們 是啊 可是選不上 因為我們對這個國家大政 對 這個我們還沒有到那個程度 是 所以這個我們這樣問題 那現在為什麼我們國家不能照顧他呢 也很簡單嘛 因為我們稅 在我們的GDP 是所有這些以開發國家裡面是最低的 是 我們簡單講 台灣萬萬稅 可是 我們政府真正掌握的資源 是非常少的 是 我們的稅比啊 這個佔GDP的比例比 韓國還少 最後韓國一半不到 好 蘇達你那個書裡面提到這個 我要特別講一下 我們看到 這個在最近的這個 這個整個主計處啊 他公佈了一份資料 這個我們也是經常在講 但是更新啦 到4月份為止啊 就一年到期的債務是 四兆九千六百八十五億 然後呢 這個短期的一年 之內的短期的債務是 兩千五百七十一億 所以總共超過五萬億 加起來是五兆兩千兩百五十六億 這個金額是龐大 原來四點九兆嘛 現在五兆兩千多億了 那這裡面潛債負債 這個所有的加在一起 現在到達十四兆九千九百九十六億 增加一兆九千九百億 所以整個加起來快到十八九兆 二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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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GDP才十四兆左右 現在這個嚴重就是 超過整個全年的GDP了 這個超過GDP了 對 那這個情況來講 就是說 原來五兆都 我們已經過難過了 現在把後有這個潛債的債務 加一加 達到這個規模 那吸持很多人 一生下來就負債 負債一百多萬 所以照南東的那個方法的話 我們應該倒閉 對不對 這跟歐洲國家一樣的 所以這個才是我們談的大問題 你想想看 我們光是中央政府的公債餘額 假設我們現在每年 還兩千億的話 要還二十五年 還不完 我現在就不知道要怎麼還 對 對